快看 丹总的球拍突然断线 他需要紧急更换球拍来继续比赛 但此时小日子选手趁机就是一记对角线扣杀 这也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 对 果然是这个拍子闲舌了 所以我们看林丹刚才是拉了一个后场的高球以后 自己想通到场外去把第二把拍子抓起来 结果还没抓起来 经历了第一局的顺风顺水 第二局一开场 丹总的球拍就断线了 换上的备用球拍 极大影响了丹总的发挥 比分也被小日子不做选手压制着 冷静下的弹总开始组织反击 比分很快被弹总追至只差一分接线的一球成为了百分之一 比分很快被弹总追至只差一分接线的一球成为了百分之一 本场比赛的经典名场面 双方对攻竖拍后 小日子选手用一记对角现暴力扣杀 取得扩大优势 但总飞身就球 而后迅速回防 小日子不做选手呢 紧接着又是一记插网扣杀 但总接球众往 傲能的但总此时这里不知道嘀咕了什么 有没有懂纯语的兄弟 帮忙翻一下 小日子选手左走目翔 利用但总窝火的心态和不顺手的备用盘连续得分 比分很快来到了11比7 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领队赶紧对弹总进行心理疏导 经过疏导后 弹总的心态逐渐平和 在这阶线的比赛中越打越勇 比分很快再次迫近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弹总能反败为上时 裁判的眼睛却不定适合了 明明是小日子选手把球打出界了 裁判却跟没看见一样 怕了日本选手得分 就这样 在裁判的神助攻下 小日子不做选手赢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局他赢得有多侥幸 下局输的就会有多惨 这一局他赢得有多侥幸 他赢得有多侥幸